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运原因 许多人和绿螺的缘分出于顺手而为 觉得它平淡无奇并不出彩 其实两物加一招,简简单单就能养出超有范儿的绿螺 用的两物,其中之一是豆饼 豆饼是豆类榨油后的副产物 虽然是副产品,但不要因为这一点小瞧它 它对于花卉绿枝来说仍然是大补之物 将它碾碎后加等量的水,在密封的环境中忧制 只要是充分腐熟的,味道不会大 这样忧制的肥状态和旧肥差不多 每次使用可以直接铺鱼喷面 肥料会随着每次浇水渗透,被根系吸收利用 另一物便是啤酒,这是一种很好的液肥 而且不需要忧制就能使用 对50倍的清水至于喷壶内,当作液面肥使用 喷于叶面养分不仅吸收补充,还能清洗叶面的粉尘 让叶子看起来更清澈透亮 充足的养分,让绿罗长势持续旺盛 想要养得好看,还得配合一招,做造型 比如下垂形,简单的比如采用吊盆 或者是摆放在花架上 使它的枝叶在空中自然舒展 这样能让它受光更好 结合对枝蔓进行修剪,使猪形更加丰满 养出绿色瀑布不是梦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